由省复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爱乐之城开学阅读课活动 昨天晚上在厦门广电集团拉开帷幕 市领导陈秋雄 叶崇耕出席活动 厦门是中国十家数字阅读城市 读书也是厦门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爱乐之城开学阅读课 由市复联和厦门广电集团联合承办 旨在深化书香挑万家活动 发掘和讲好家庭阅读的故事 本次活动定向推选社会招募了 二十个阅读家庭拍摄主题短视频 活动现场八个典型家庭 分享了他们的阅读故事 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童书作家蔡然就为大家分享了家庭阅读故事 平常只要一有空前时间 他都会和孩子一起阅读 在他看来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为他们种下一粒阅读的种子 对于家庭来说 阅读的好处 不仅仅是让孩子获得知识 或者让孩子自主阅读 以提高他的学习 最主要的是 让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家庭 找到了更高级的 更超越生活的 那样的面对心灵的情怀 公益图书馆推广人丁永则认为 阅读可以让生命更有价值 为了让城中村的孩子 刻意时间可以丰富自己 他拿出大部分积蓄 推动在湖里 安兜 高殿等社区 建设城中村公益图书馆 截至目前 厦门已经有11家这样的图书馆 阅读是给孩子最好的天赋 对这些文化教育资源匮乏的孩子 你可能给他 他有个图书馆 他一年能阅读指示本书 可能对他生命改变是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今天播他一个种子 未来这个生命才会更美好 据了解 此次展演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 并将于今晚9点30分在下市二套播出 本台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